你看看 爛到 你都不知道 那樓梯爛到來 全部爛到來 何先生住在九龍城道66B號二樓的單位23年 他說曾樓有成五十多年樓齡 全屋多處都很破舊 好像廚房的長磚 由屋頂裂到去做頭 房間的長輩補完再補 政府這樣規劃 我們都歡迎 起碼都不用說 地區又爛 後樓梯 全部都爛 如果維修又要多錢 索性 如果他肯收就給他 拿回那批錢再買 或者申請年中屋 當年用了大約五十五萬 買下這個實用面積近七百呎的單位 何先生說現在估計值五百萬 他說即使政府賠回這個價錢 他都沒有信心可以在同區買到合心水的單位 當然喜歡 起碼是闊落 就算補了錢都買不回那麼大 不是得罪說句 就算他補了多少給我 我算你 你現在補了五百多萬 你都買不到單位那麼大 我這些都成七百呎 六百八十幾呎 為何自己在市區這裡 在賺食都好些 有地產經紀說 九龍城獨一帶的舊樓 以實用面積計 大約值五千元一呎 交投一向都不活躍 買賣就不活躍 樓就很惡劣 因為它沒有維修 沒有業主立法團等 根本沒有維修過 就是很惡劣的 他又說如果以同區七年樓 例如長龍灣 建築面積市值八千元一呎 來賠償 對業主來說都算好 那市建局拋磚引玉的魚耳算盤 打不打得行呢 有測量師就說 相信發展商都會看好 東九龍的發展 加上現在有沙中線幾年後會落成 交通會很方便 現在九龍方面 根本沒有新的地出 很多時候發展都是靠舊樓重建 不過他指九龍城獨一帶舊樓地盤小 未必吸引到大型發展商 就算由私人重建 主要都是由西發展商來收購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胡錫文報導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胡錫文報導 在一起 好 照片